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开始煮之前呢 刚刚农场的人有说他们的汤头很特别哦 是用干燥菇熬制而成的 我要先来喝喝看 味道非常的鲜甜 而且非常清爽耶 接下来就用我们刚才采的菇菇来煮火锅吧 现在就准备来试吃我们刚刚采的菇菇啦 首先是这一个 刚才看他真的超漂亮的粉红色的玫瑰菇 玫瑰菇的口感好特别哦 蛮脆的耶 而且不会有那种很难咬断的感觉 很好吃 还有这个 是刚才很可爱黄黄的珊瑚菇 这个珊瑚菇的脆度又比玫瑰菇更脆一点 而且我以为他吃起来会像 一般常吃到的红喜菇那样子 但他其实味道跟口感又不太一样 有来的朋友一定要试吃看看 很特别 那介绍到这边 我就不管你们啦 我要准备来享用我的菇菇大餐咯 我喜欢吗 有各位 क lại 影片 陌生 cave 到